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亮我们心中与神相交的窗口 将眼光从世界转向上帝 并用好行为 好见证 将真光照亮世界黑暗的角落 见证和信息都震撼人心 发人生醒 生命光艺术团的弟兄姐妹虽然看不见蓝天白云 但她们灵性的眼睛却无比明亮 在她们身上没有哀怨和愁苦 有的是充满喜乐的灵和对上帝的感恩 8月9日早上10点青橄榄聚会时间 她们将再一次带来演出和分享 请上次未能出席的家人们不要错过 标杆人生40天的家庭小组分组表格 现张贴在大堂门外走廊 不少小组仍有空余名额 特别鼓励还未参加团契或小组的家人 选择您方便的时间和地点 将您的名字填入相应表格 若您有特殊的需要或考虑 也可填写问卷调查表 将您的要求写明 交至办公室 8月14日下午1点半在大堂 有位标杆人生事工的小组培训 培训将按区域分组进行 期间会讲解具体的注意事项 请小组长和开放家庭的同工参加 并为新朋友领取资料 代购书籍 9月4日 教会将开始对2岁至6年级的儿童实施全新的电脑登记系统 新的系统将有助于给孩子们在教会提供更加安全的环境 为了帮助父母更多地了解新系统和随之带来的改变 8月21日周日在A11教室 两堂儿童崇拜时间 Stacey主任将举行两场家长见面说明会 请父母们择一参加 本年度第三次洗礼定于9月25日逐日举行 鼓励清除得救还未受洗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洗礼 请愿意受洗的弟兄姐妹在受洗前报名参加木道班或基要真理班 并准备一份得救见证 请向各牧长传道人报名参加洗礼 若有任何问题或疑虑 请联系教母同工为您解答 中文学校新学年征求繁体及简体字老师 欢迎对儿童中文教学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参与侍奉 简体字老师请联系杨亚红姐妹 繁体字老师请恰杜秀文姐妹 请至五家网站中文学校页面观看详细的介绍 本周的嘉讯就到这里 对了 感谢神新唐的建造许可证 以正式获市政府书面通过 建造商也已决定 接下来即可开工 请家人们为之后的施工和所需的建造费用祷告 愿神赐福每一位家人 我们下周再见